林秉书的家暴事件现在再报案外案 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 就在节目上大谈林秉书的交保内幕 他指出林传媒写出的独家新闻 就是英系高层放出的消息 文中点名了新系的立委郭国文 李俊宪还有赖品渝 收受的是林秉书的政治现金 吴子佳说林秉书就是要靠着这个调查报告 来警告新潮流 甚至未来还会用这些资料 来钳制高家瑜 为的就是要他好好为陈时中来复权 林秉书做的百官行诉这份资料 属于一个机密绝密资料 绝密资料 我们的监责这个检察官 把问完全部问完之后 拿放手上 就交给检警的检察的高层 检察官的高层 这家高层拿了一份 给我们蔡英文总统 蔡英文总统拿了一份 所以蔡英文总统拿了一份之后 不知道怎么搞的 七转八转八转九转的 转到了一位这个高层的 党务的高层手上 党务高层呢 就在搞出来一个林传媒独家 就林秉书炫富啊 什么光是2019 金融公司名誉捐赠政治现金 特别点名 你听我讲啊 郭国文 林俊宪 赖品渝 对不对 这三个人都新潮流的 我现在跟这位报告 还有英系其他立委 还有别的立委名字 我都知道 他为什么不写别的立委 特别点这三个人的名字 所以这个新闻 露给林传媒的新闻 是谁露的 就是讲 我讲白了 就是英系的高层露的 这很恶劣 因为三个立委了 明年都要选举 我明年要选举 尤其赖品渝这种 干干净净一个人 突然间就拿了一个 会家暴的大色狼子十万块 我靠虧死了 怎么一天怎么选 所以他就是警告 这是警告新潮流 可是他故意丢三个给你 这三个人里面有两个是 赖心得人嘛 你知道吗 跟两个郭国文 他台南的嘛 林俊宪 台南的嘛 故意搞赖心得 所以这就是鹰派干的好事 你知道吗 那另外一个你看 你看高家瑜马上就担任了 陈时中的这个不知道什么 督导吧 督导啦 督导啦 陈时中 内港湖区的督导 港湖区督导 我跟你讲很简单 陈时你要注意看 如果高家瑜敢在耍赖皮 不认真 每天不去督导的话 我跟你保证 就会有林秉书的消息会出现 来鞭策高家瑜 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参选人 陈时中 新书在今天会出版 他要深入剖析的是 钢铁部长的内心世界 陈时中他透过脸书表示说 他说他这是这辈子 短时间内写过最多名字的时候 因为他说他准备了非常多 作者清签版要给大家 还表示签了好多名 手很酸 但是心情很开心 书中可以让大家更加了解 他的理念以及初衷 不过陈时中他现在是敲定了他的竞选团队 包括像是立委 林长佐还有范云都双双进驻竞选团队 但是范云曾经卷出3加11的争议 而林长佐也险些遭到罢免 来看孙大前的分析 是我想这个答案显而易见的 就是早在几个月以前 其实台北市民也好 台湾人民也好 都知道陈时中即将要落跑了 那当然他最后果然 这个如同我们预期的落跑了 当然不管陈时中要找多少人来成为 他的这个竞选团队的成员 这是陈时中的自由 我们也完全的尊重 但是我要强调一点 我自己也担任过候选人 我自己也选过好多次 选举的过程当中 候选人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候选人才是商品的本身 而不是在于你找来什么样的企划 跟行销团队 如果今天候选人的品质有问题 候选人的道德有瑕疵 候选人的形象很恶劣 你就算是找进全世界最好的 行销的企划团队来为你服选 你恐怕也不可能胜选 那么陈时中在接下来的台北市长选举 他要面临了几个很关键的重大包袱 第一个包袱是落跑这两个字 它永远都洗脱不掉 因为台北市民也好 台湾人民也好 现在还在面对Omicron的病毒 而且Omicron的BA5 马上就要进入台湾 当全世界的疫情都在开始进入 大规模爆发的时候 台湾接下来很难置身事外 大家想一想 当BA5如果真的不幸进入台湾了 当大家在面对另外一波疫情高峰的时候 看到一个落跑跑去参选台北市长的陈时中 试问台北市民心中是做何感想 这张票投得下去吗 第二 接下来我们所看到的是 陈时中在防疫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疏漏 有很多的错误 这些东西都是台北市民不会忘记 也是台湾人民不会忘记的 这就像黄珊珊所说的 凡事走过必定会留下痕迹 做过的事永远都不会被大家忘记 所以陈时中在防疫过程当中的无能百烂 那么甚至很多恶意的意识形态的杯葛 我相信大家点滴在心头 那么平时没什么机会表达我们心中的怨气 遇到选举时刻 当然我相信会有很多选民 用选票来表达他们对陈时中的愤怒跟不满 那至于看到了陈时中竞选团队头的成员 我看到了林长佐看到了范云 坦白讲我就想笑了 我不晓得他们两个辅选的这个能力 跟这个实力究竟是如何 但是大家看到了范云 大概就想到了三加十一吧 陈时中难道忘记了吗 他告诉全国人民三加十一 他要负责 所以范云加上陈时中 又是一个绝妙的三加十一的组合 再一次的提醒大家 三加十一这件事情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就是因为三加十一 让台湾面临了第一波严重的本土疫情 伤亡惨重 至于林长佐自己好不容易才保住了立委的位置 差一点点就要被罢免掉了 那么林长佐现在出来辅选 我也不晓得他究竟在地方上 有多少的实力跟能力 所以陈时中的竞选团队既然 有这样一个庞大的阵容 身为竞争对手的我们 我们当然是表达我们的祝福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提醒陈时中 你所做过的每一件事情 都牢牢的印在台湾人民的心中 也印在台北市民的心中 老力好自己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某某水 放通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蜡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还有主播出人物 CTI444